我很高兴 但我只希望他们平平安安的 幸 幸 幸福 幸违这孩子要强 南叔从来不跟我说 幸违碰到难事了 你让他跟我说呀 他师父要和他离婚 离婚 我和他媳妇取电话 他很尊重我 但是他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我觉得他们俩挺好的 没到那一步啊 这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哎呦 蓝蜜啊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明白 就这事你 我请你蓝 就是 帮帮我 帮我 你放心吧 欣慰我找回来的 这事 我管 小张 李书记 你怎么来了 这么晚了突然来找你 有点唐突 不好意思 小张啊 我是听说 这因为这两年行为 回到村里去工作 让你们两地分居 你们夫妻之间 造成了一点矛盾 那我就不能不来呀 行为是我给劝过去 是我劝他回大同 回到村里去发展的 这两年为了村里这个大家 忽视了你们这个小家 小张啊 当叔叔的在这儿 要跟你说一句对不起 李书记 您不用说对不起 您那意思我都明白 我跟欣慰之间呢 也不是一天两天 变成这样的 小张啊 这个欣慰一这两年 回村里去发展 我们说话的时间也多了 他经常在我这儿啊 说你虽然是城里的孩子 但你一点都不是那种 娇生惯养的女孩子 你们结婚的时候啊 是白手起家 那风雨同舟 同甘共苦的 才打下了 今天的这片天地 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 这两年 这个欣慰一是在村里 也没怎么回过家 你一个人又是带着孩子 又是管着公司 我知道 你很辛苦 我替欣慰一跟你道个歉 说句对不起 但是小张啊 你可能不懂这个 搞农业是怎么回事 农业这个东西啊 它不但是要投入 大量的物力和财力 因为它的周期长 它还需要投入 更多的人力 还有精力 欣慰一回去这几年啊 这个一步一步 是怎么走过来的 它遇到了多少困难 它是在干什么 它想要干什么 我都是亲眼目睹啊 你相信叔叔 欣慰一 它真的是很不容易 小张 我带了一些啊 这几年大同发展的资料 你可以好好地看一看 你在这里头可以看到 欣慰一 它为村里做出了多少的贡献 它在大同做出了多少的成绩 这欣慰一 他不是个不顾家的孩子 他是分身乏术啊 这里头啊 还有几封信 是你公公托我转交给你 是欣慰给你写的信 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寄出 小张啊 我是这么想 一个男人 不愿意把自己脆弱的一面 把自己无能为力的一面 展现在他爱的女人面前 这是一种多么矛盾的情感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他 小张 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我相信你会认真考虑这件事情 你不会做出 让你们都后悔的决定的 是 好 好 好